大家好 我是张鑫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小时候在眷村 偶尔才能吃到的家常菜 叫做葱爆牛肉 应该北方人都吃过这道菜 很多人都这么说 只要有牛肉有葱的地方 就一定有这道葱爆牛肉 而葱爆牛肉 它基本上是属于山东菜 也就是卤菜菜系里面的一道家常菜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原材料 一个是牛肉 再一个就是葱肉 其他别想葱爆牛肉 只有葱 蒜头 姜 辣椒 也是不可少的 不过我们今天选的原材料 要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用的是 大家最常见的全联福利中心的牛肉 看到哪一个 有特价就买哪一个 为什么买特价的比较好呢 一会再跟大家说 不过我说我的原因 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嘛 八折的肉买回来 你看外面现在随便一道葱爆牛肉 路边的小草摊 至少要150块 如果肉想多吃个两三口 那200块到250块都不再话家 咱们买这八折肉 也就是109块 整盘炒起来 不会超过150块 足够一家人打打牙记了 另外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个葱了 今天是元宵节 而葱跟元宵节又怎么可以斗在一起 有个小故事呢 在台湾以前有个民俗 他有个礼语是这么说的 叫 偷把冲就可以嫁到好老公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在台湾这个地方有这个民俗 以前日治时代以前在清朝明朝的时候 女生基本上不能在大街上上面乱晃 只有在元宵节这一天 女生是可以到周围 或者是到外面去走走 赏赏花灯去逛逛街 你看我们想一想 现在男女之间是可以自由恋爱的 可是以前那个时候 只有没错之缘 或者是下聘礼 到了结婚那天才能够什么 搭开这个铺盖 然后才见得到对方的脸 那女生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机会 可以表露自己的情境呢 如果她有想要嫁人的动机 就没什么地方好说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只有元宵节这天 如果出去走走晃晃的时候 嘿 她就看到 不是自己家里面的葱 或者是不是女生种的葱 不是那个老女人种的葱 那她这个是男生的葱 或者对她有意思 那就去她的田里面拔两颗葱 而这个葱还不能带回家 我就拔了葱之后 或者拔了菜就摆在她的田边 告诉那个田地的男主人 有人看上她家的什么 年轻男子了 哎呀 那个男生如果有心动 或者他知道谁对她有意思 过几天就可以上门提亲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习俗 叫做陶湾昌 现在这个习俗已经没有了 在日治时期之后 好像就已经逐渐被人家给禁掉了 不过在这个今天 刚好把这个东西习俗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婆 那这个葱爆牛肉 既然是山东菜 就交给你来分享了 老婆 上 大家好 我是玉如姐 先来处理我们的材料 最主要材料当然就是这个葱 这个葱是比较大 这个是我妈妈自己种的 这个啊 大家如果买得到 那种大葱 其实用越大的葱炒起来越甜 对对对 尽量选大的粗的比较甜 对 我们在山东的时候啊 他那个葱啊 都好粗哦 然后很甜 长一个人高 长快两米了 一米八 你直接吃都很甜 嗯 这个呢 我就把它切大一点 然后大概不是讲说 那个什么陶斑仓 我觉得啊 这个 万一那个男生啊 他跑错家 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女生 就是摘他的葱 所以我觉得啊 女生要聪明一点 要把名字写在上面 或是把家里的弟子写在葱旁边 难怪我的葱都一直被拔 这样子人家才不会跑错 好 要切一下 这个是蒜头 蒜头就直接把它切片 切片比较好 切片是蒜头炒完之后啊 沾满锅器的酱料 还特别好吃 还可以吃 然后 生姜呢 生姜是一定要的哦 对 那这个生姜 大家如果有嫩姜 你就去买嫩姜 对 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啊 这个季节没有嫩姜 那我们就用这个算是老姜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切细一点 去皮切毛片 对 切成细丝哈 再来切点辣椒 对 有点辣味 比较好吃 而且颜色红红 特别好看 嗯 这个梅花 我用的是这个哦 这个是梅花火锅片 对 这个啊 其实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打折的 刚才张欣说是因为便宜 但是事实上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打折的肉 它的期限就是已经快要 时间到了嘛 但是这种肉啊 它摆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经过熟成之后 就它放了一段时间 它里面肉的蛋白质 它会把它分解成氨基酸 所以这种肉你怎么炒 它其实不太会老 就很好炒 而且特别好吃 对 特别juicy 然后又特别甜 嗯 这个我就直接这样子取出来 然后把它 把它直接这样子 分成 三段 这肉其实蛮漂亮 它这块油花还不错 对 所以你看这样子一百多 这么多耶 我们有时候去做那个炒牛肉 我们会买那个 就是去市场卖牛肉的 跟它买整块 然后它帮我们切 但那种啊 你直接炒其实很难炒哦 你要炒到很嫩 这个是很有技巧的 对 刚才我家是一点酱油 但是这种全联这种肉片啊 对 要炒嫩 根本不用技巧 不太需要技巧了 但是你也不能 也不能炒太久 对 然后我现在把它先拌一下 对 麻一下 对 刚刚加的是一点酱油 一点糖 对对对 一点点砂糖 好 再加一点点米酒进来 去腥增香 顺便搭点水进去给它 对 那因为这个是梅花肉片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弄开来 不要太用力哦 不然它等下会碎掉 对 轻轻的把它拆散 好 接着呢 我们在这上面 轻轻的撒一些些 这个太白粉 然后一样把它抓一抓 吃起来会更嫩更滑一些 会比较滑嫩一些些 一定要把它抓均匀 好 接着呢 我们这样子 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给它一点点的沙拉油 如果大家想要加一点香油也可以啊 对 香油或沙拉油都可以 这个用意呢 最主要是我们等一下在炒的时候 这个肉啊 它比较容易滑开 因为这个肉片很薄 我们要让它争取时间 炒嫩一点点 因为就算它是已经就是 熟成过的肉 但是你炒太久还是不好吃 会太干涩 所以我们现在加了油以后呢 等一下就比较好炒 OK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上锅了 Go 好 现在锅子里面我们先加一些油 嗯 OK 这是我们大火快炒菜吧 对对对 那这个肉呢 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嗯 你看我用筷子这样子剥 哦 把它给剥散了 对 因为筷子比较好吃 油 太厚的把它剥一下 对 所以油温刚刚没有升到很高 对 然后我现在切的是上火 对 反过 对 这个我们只要把它炒到 大概五分熟 五成熟度就可以了 其实很快 对很快 差不多咧 对差不多了 好 OK 好 好 好 就盛出来啦 先盛出来 而且我现在要先找小火 不要让它继续再继续去 好盛出来备用 还带点红色 对 然后直接这个锅子哦 这个姜 蒜 还有这个大葱 葱的前段 葱白的地方 葱里要下 辣椒也下 好 把这个新香料的味道 先把它煮出来 先大火爆一下 就很香哦 对 也不要爆到太熟 差不多才能 好 那闻到那个新香料的味道了 对 OK 那我们现在来下调味料 调味料就是给它一点点的酱油 带出一点锅气啊 对 然后 一点点米酒 一样去清炒 然后 加一点点的 这个 参糖 参糖 我觉得吃这个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点啊 对 吃下来一点稍微的甜 是有若无的甜口 对 好这个时候 牛肉 快点 快点 就是给它盘盘一下 对 这样子 你刚才看它还没熟 感觉就上来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就走了 嗯 好 这么快 好 熄火出锅 上菜 哎呀 漂亮 超香的葱爆牛肉 稀里呼噜两三下 快熟上菜咯 闻起来好香啊 如果从外面经过 每个人我相信都会流口水 都想要来上一碗大白饭 又漂亮对不对 嗯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这个一定要配白饭啊 配白饭特别棒 你看 看一下蒜头 蒜头就是要炒到这样 带有点锅气 然后拌烂不烂的特好吃 尝尝 来块肉 就一定配白饭吃啊 肉好嫩喔 很嫩 真的滑的 滑是因为我们加了一些太白粉 对 很好吃耶 葱 真的是肉嫩葱香 而且锅气动人耶 嗯 这道菜最好的地方是啊 辣椒也可以吃 这个姜丝啊 姜丝很好吃 也好吃 葱绿葱白都好吃 然后配上一块肉 你看 去外面炒真的没几块肉可以吃 自己炒肉就是这么大一盘 然后八个白饭 嗯 嗯 幸福啊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有卖这种打折的牛肉片 我几乎都会买 而且回家也很好做啊 对 像炒上手两三下 小孩如果晚上想要吃个宵夜 啪一下 我好了 对 我认识当年很爱吃这个葱爆牛肉 而且这个八百一半小孩一吃一大碗 嗯 从楼上闻到 宵夜登登登登就跑下来 这小孩更厉害 晚上11 12点啊 我老婆嫂这个菜 他还要先照一下 拍个线动 分享给所有的同学 给人家羡慕一下 好嘞 这道菜啊 是全联副理中心 买回来的特价牛肉 快手上菜 十分钟就做好的葱爆牛肉 真的很好吃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掌心慢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